让国民党的声誉受到破坏的任何同志 我们一定用考纪会考纪 作为最快速最严格的处分 呼吁端正选风 朱立伦下最后通牒 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汇选 任何的利益交换 任何的公然换票的行为 这样的同志 我们会立刻请你下船 会如此急言立色 就是因为党内中常委选举 传出送礼 请客 样样来 哀哄史上 选风最差 现在多出一个叫做一四联盟 党中央不知道吗 党中央当然知道 党中央的某些人 可能还是共业集团的一部分 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战斗兰发起人赵少康 连同党内中央委员召开记酒会 要求党继处分 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换票联盟太猖狂 传出有一四联盟 一二联盟进行换票 不少现任立委 包含操盘年底选战的复婚旗 还有谢一凤 林文睿 郑正前等人 都名列其中 民进党 不管是新潮流 鹰派 海派 这国会 都是公然挂牌 但是在国民党 只有一种声音 也必须只有一种声音 就是胜利兰的声音 我自己其实没有参与在这个 结盟的体系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团队战 那只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有牵涉到了一些所谓的会选 或一些其他比较没有那么适合的动作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才是要真正去 去做一个检视跟反省 被点名的澄清再澄清 换票联盟怎么运作 为什么会被诟病 举例来说加入联盟 每人得先找40名党代表 满足最低当选门槛 因为一个党代表可以投15票 以依次联盟来说 40名党代表 每人最多就能获得560票 一二联盟每人最多可以获得480票 都超过过往约400票的当选门槛 还得缴交保证金 避免被骗票 送礼还有请客吃饭 就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为了确保票票入轨 还会提供电话 感谢党代表之余 也验证是否投票给盟友 那这些人头又是哪来的 中央委员或是中常委的候选的人 那他就会去找他信任的人 出来参选党代表 那是不是之后在选举的时候 那你要有几张票可以给我 那让我拿来跟别人交换 国民党中常委选举 成了赤裸裸的作弊团伙 让党中央三令五声 端正选风 但担任中常委到底有什么好处 让党代表们不惜重金出手 当然到对岸的时候有可能有部分的 我们暂时说不孝或是有心的人 是会利用譬如说党代表 中央委员中常委的名誉去大陆 享受一些额外的一些行政上的便利 或是一些可能的好处 行政上的便利说白了就是买办 尽管号召力不如以往 但中常委选举仍然抢破头 这回40名候选人将选出29席中常委 还牵涉党中央权力结构的变换 但是就是一个舞台 还是有人需要这样的舞台 能够做一些可能的实质性的发挥 当然还是徐途而后 有没有可能也许重返执政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他们会希望能够挤进 所谓可能的权力核心 这回参选名单摊开 也有不少现任立委 传出是党中央想用稳固领导核心 会选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也难怪朱主席喊话再喊话 不惜祭出开除党籍 也不希望中常委选举 蒙上黑幕 近新闻学人干喊人采访报道